上一线的风电厂 老丁正和他的同事进行巨型风车的吊装 所谓巨型风车 每片扇叶长六十米 塔桶高度达到九十米 作为现场施工队长 老丁正带着大家准备风机和扇叶的吊装 他们要以两天安装一台的速度 在这片草原上竖起五十个巨型风车 建成后每天每台风车平均能发电两千度 大约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一年 在张家口 像这样的风电厂还有五十一个 五千一百六十七台风车 每年产生一百六十五亿度的电力 其中除了供应张家口的使用之外 还将供应首都北京的使用 二零二二年 中国将第一次举办冬奥会 二零一九年 中国向世界承诺 这届冬奥会所有比赛场馆 用的每一度电都将来自清洁能源 这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上述首次 清洁能源是指不排放污染物 能够直接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能源 包括核能 风能 水能 太阳能等 在数年内实现北京冬奥会的 绿色能源供应 这对中国清洁能源建设者来说 将是巨大的挑战 目光投向了张家口 在张家口北部流传着一句话 每年两场风 一场刮半年 距离北京三百多千米的张家口上一线 风力资源充沛 若都利用起来 就能解决北京冬奥会的电力需求 顺应这一优势 张家口已经建设了807万千瓦的风电厂 但要实现绿色奥运的目标 这还远远不够 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风能 中国的工程师已经能够给巨型风车 装上智慧大脑 现代化的智能风机能够根据风向和风速 自动变化方向和角度 让风车如同一个追风者 始终能够最大限度地面对风来的方向 为了耐受长年的风吹 并需要抵抗顺时十级以上的大风 风车扇叶的生产工艺要求极为苛刻 这里是扇叶生产现场 建设者们正在加紧设计 制造出更多的风车 60米长的巨型扇叶将在这里诞生 为了应对不同地域风的特点 设计师们给每个风场的扇叶 赋予了不同的造型 扇叶的叶根部分受力很大 所以比较粗 叶间主要是承担着受风转动的功能 所以比较扁平 为了兼顾巨型扇叶必须是整体的 不能有偏缝存在 否则就有断裂的可能 那么这60米长的巨型扇叶 如何整体生产出来呢 生产扇叶的兼顾主材不是金属材料 而是这种神秘的布 玻璃纤维布覆盖时要多人一起合作 而且对于平整度清洁度都有很高的要求 工人们把玻璃纤维布一层层铺在扇叶模具里面 并且压平 这样的玻璃纤维布总共要叠放40多层 如此一层一层反复包裹 呈现出巨型扇叶的雏形 随后再进行抽真空和注入固化剂 这比使用金属材料要复杂很多 经过固化的玻璃纤维布 形成玻璃缸 强度 韧性和耐腐蚀性都很强 而且比金属材料要轻 扇叶完成了生产 被运往风电厂安装 而新的难题是扇叶长达60米 行动起来如同两节火车车厢 这么长的扇叶 如何才能在普通公路上运输 安全抵达安装点呢 重型卡车 拖挂数节拖车的方式 解决了拖起这么大扇叶的问题 这么路上不能有一点磕棚 里边的龙骨 要是断了的话 可能会爆肺呢 扇叶即将在上班高峰期通过的 包括几十公里起伏蜿蜒的山路 以及张北县城的繁华路段 经过那个城市的时候 社会车辆肯定是多 行人也多 通过城市的过程中 首要的难点就是如何通过十字路口 六十米的叶片 如果要转一个九十度的弯 扫过的面积相当于七个篮球场的大小 运输过程中的转弯 忠得上惊心洞夫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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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死机需要在路面指挥的协助下 经过数次倒车前进 才能转过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十字路口 相比其他车辆 善业的卡车转向好比一次金鱼百尾 数量卡车在山路间排列行进 如同一条游走的巨龙 经过七十公里的运输 善业运达风电厂 老丁和他的工友即将大显身手 这回前面代价了 不需要后边弄锅了 风机的悬址 每个部件的摆放 以及安装的全部过程 都依赖他们这样敏锐的听风者 老丁和同伴的目标 是树立起一个个高九十米 半径六十米的巨型发电风车 风车安装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塔桶组接 九十米高的塔桶 被分为四节 依次叠放 相当于搭起二十多层楼的高度 完成塔桶的吊装后 他们将开始第一个难度动作 在地面上组装机头和三片扇叶 随后更大的难题是 吊起机头和扇叶 在空中完成对接 老丁和他的团队 已经配合超过十年 虽然有充分的默契 但是草原多变的天气条件 会带给他们全新的挑战 他们依次钓起三片扇叶 组接在机组上 安装过程中 风机和扇叶最怕磕碰 他们必须在保证扇叶 不受损伤的情况下 完成地面安装 在地面 机头和扇叶组接完成 即将开始最具有挑战的吊装过程 先将直径120米的巨型风扇 平端起来 然后另一台吊车配合 在空中使之竖立 完成与塔桶的对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